哦 这是个鱼 北美它其实这种远古鱼类 现在还活着活化石总共有四种 第一种是熏龙 第二种是鸭嘴熏 第三种是北美缺扇 也就是Alligator Guard 第四种的话就是咱们的Bowfin 其实今天我们最有意思的 我们应该说不是来钓鱼 是来毛鱼 我们现在在俄克兰河马的土耳萨 应该它是一个农业重镇的 真是乡间非常偏僻的一片水域 有点像沼泽地的地方 是来毛鱼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鱼鸭嘴熏 其实它是不吃鱼食的 主要是在吃水里的这些浮游生物 对 是的 咱们应该是用非常大的那种三角沟 大概是12岭或者13岭的那种巨大的三角沟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三角沟 一会去看看 快开眼界 咱们开开眼界 现在把东西拿出来 然后就准备上床了 对 先把手套 今天最重要的是手套 因为鸭嘴裙前面这个长剑 叫鸭嘴 是非常锋利的 应该也是越小越锋利 对 兄弟们 现在是奥克拉哈马的早晨的九点 我们来到了船长的Lens这条船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船长 顿时费了很大的力气 今天才约得到他 今天天气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点了 现在大概气温在17-18度 天上能看得见 鸭刚刚在树林里又看到了野猪 我们下面就是今天的目标鱼 鸭嘴熏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的稀有 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有 一个是在密西西比河 一个就是在我们长江 长江现在基本绝迹了 但是国内现在有养殖的鸭嘴熏的农场 那真正野生的 只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密西西比河的这个河道 下面我们刚才在探渔器里面 能看到周围 从我们两侧的河床到船的周围 全都是这个鸭嘴熏 这个季节正是鸭嘴熏 从大的后面 像这些河道里面 它回游过来沉乱的时候 所以密度非常的高 消移的感觉 太过瘾了 太爽了 来看一下 船长现在已经去拉了 来看我再帅一点 我看我再帅一点 可能有可能已经拉上什么东西了 还是我们这一套在很下面 是熬高深度的这个东西 看来光是这个下面的牙齿板就已经让它变得很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套吊足 一个很粗很壮的杆子 一个骨文上面有一个计线的线长度的计数器 在这之后呢 是一个大概有80到100磅 这应该是100磅的布线 布线的前面是一个毛绳一样的前导线 下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钩子 12 13号的三本钩 非常的粗度 那在这之下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做 控制我们这个做钓深度的一个工具 我们叫它潜水板 通过下面的牵坠 还有这个角度 控制我们这个毛钩它的深度 OK 就是我们的这个 刚才卸力壳的太早了 因为现在船长让我们下钩的时候 一定就已经是到鱼群的周围了 所以刚才不能给大家再去看 那个最下面的压水板的那个样子 等着吧 希望马上就少鱼了 让我一睹这个压嘴熏的阵容 阵容到底是什么样 现在听见的 咔哒咔哒的这个鱼子 出现的那个一小线一小线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毛钩蹭到 只是没挂死它 这一早的应该说是不停的发生这样的事 超过十次以上 这边可想之鱼有多多 因为毕竟是在毛鱼嘛 它只要有一次毛在它身上一个比较结实的 今天我心心失足 但感觉很强 非常好 都被录下来了 好啦 这将是我们今天第一条 第一条 什么鱼 鱼 对 鸭嘴熏 很有气啊 这一扯这鱼线就出去了将近七十尺啊 对 然后这个其实最重要就是保持它这个鱼竿的压力 因为咱们的钩是没有刀刺的 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很容易脱钩 笨的嘴角已经露出笑容来了 哎哟 鱼已经来了 来了 哟 这是久别了的一条鸭嘴熏啊 看这次毛在什么 毛在侧面了 不小啊这也 真的不小 真的不小 很漂亮的鸭嘴熏 还好毛在它的毛上 没能明白我们的向导为什么 太太一巴 会被刀刺他 看他是不是太累了 能不能放回去之后看他能不能油 看看那个大嘴啊 那个大嘴里面就是他过滤 这个浮游生物的这种很特出的塞 前面是他的这个我们说鸭嘴熏的这个 应该说是像刀的形状一样 鼻子 它的吻 最有意思就是它这么大的鱼 这么长的吻 看它的眼睛有多小 真的是像一个小绿豆一样的大小 漂亮 好的奔的第一条鱼 赶快我们先拿照相时间 好了 将能回家了 这牛油放了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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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真的 这 都 那么 巧